茶歇中文第二十集 各种各样的中国菜 大家好 欢迎回到Tea Time Chinese 茶歇中文 我是来自上海的Nathan 最近在上海 天气真的非常热 每天的气温 差不多是三十五度 三十六度 在你住的地方呢 在你住的地方 天气怎么样 前两天在Facebook上 有一位听众给我留言 听众的意思就是 一个听的人 就是英语里的audience 这位听众 名字叫 Susan Susan说 你好 我很喜欢你的播客 我对很多话题 感兴趣 特别是中国的料理 和中国的电视节目 你好 Susan 谢谢你的留言 我觉得 中国料理 和中国的电视节目 都是很有意思 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对了 有的听众 可能不明白 什么是中国料理 其实 中国料理的意思就是 中国菜 Chinese food 料理不是一个中文的单词 而是一个日文的单词 在日本 大家说 料理 但是现在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也喜欢用料理 这个单词 我们可以说 日本料理 或者 韩国料理 中国料理 等等 当然 他们的意思就是 日本菜 韩国菜 中国菜 今天 我会给大家 简单的 介绍一下 中国菜 你准备好了吗? 中国人喜欢吃饭 中国人也喜欢做饭 在中国 我们有一句俗语 我们有一句 idiom 叫 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 意思是说 吃饭 是一个人 最重要的事情 吃饭 是一个人 最重要的事情 你同意吗? 我自己觉得 吃饭 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 以前的中国人 觉得 吃饭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国是一个 很大的国家 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文化 当然 也有不同的食物 今天 我会选择 两个地方的食物 来和大家分享 我们开始吧 首先 我想给大家介绍 川菜 川菜 就是四川的菜 的意思 你听说过四川 这个地方吗? 四川 在中国的南方 你们可能知道 我在云南长大 四川呢 就在云南的旁边 四川人喜欢吃什么? 四川人喜欢吃辣的东西 辣的意思就是 Spicy 对 四川人很喜欢吃 Spicy的东西 辣的东西 我们有一句俗语 一句 Idiom 关于四川人 我们说 四川人 辣不怕 不怕辣 怕不辣 很有意思的俗语 我再说一遍 四川人 辣不怕 不怕辣 怕不辣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四川人 辣的食物 不害怕 四川人 不害怕辣的食物 他们害怕什么? 他们害怕 不辣的食物 你明白了吗? 辣不怕 不怕辣 怕不辣 在四川 有什么有名的菜呢? 有很多 今天 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 麻婆豆腐 这道菜 在英语里面 麻婆豆腐的翻译是 麻婆豆腐 对 非常简单 你吃过豆腐吗? 你吃过辣的豆腐吗? 麻婆豆腐 就是一道很辣的菜 我记得 我去日本的时候 在日本的7-11 看见过麻婆豆腐 那个时候 我非常吃惊 因为我不知道 日本人也喜欢吃麻婆豆腐 其实 在四川 还有很多 有名的菜 不过 麻婆豆腐 可能是 在外国 最有名的 川菜 我想给大家介绍的 第二种菜 是 上海菜 你们知道 我住在上海 所以我最习惯吃上海菜 川菜的特点是辣 上海菜的特点是什么? 上海菜的特点是甜 对 很多的上海菜 都很sweet 都很甜 我们不是四川人 我们不喜欢吃辣的东西 上海人喜欢吃甜的东西 上海人 上海人也很喜欢 在做菜的时候 用酱油 酱油的英语是 soy sauce 这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的食物 酱油是黑色的 所以很多上海菜都是黑黑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记得有一次和家人一起去一家传统的上海餐馆 在餐馆里 我们点了几道传统的上海菜 结果每一道菜都是黑色的 每一道菜都有很多酱油 而且它们的味道也差不多 都是甜甜的 这就是传统的老上海菜 不过不是所有的上海菜都是黑色的 比如说我们有小笼包 小笼包是一个很小的包子 在小笼包里面有肉有汤 很好吃 同时 如果你了解上海的历史的话 你会知道 上海有被殖民的历史 殖民的意思就是colonize 以前在上海有不少欧洲人 他们把欧洲的食物带到了上海 所以在上海 所以在上海你可以看见很多欧洲风格的餐馆 在这些餐馆里 你可以吃很好的牛排 很好的steak 很好的面包 bread 等等 我们可以说 这些欧洲的食物 也是上海菜的一部分 也是上海文化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没有很多时间 所以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川菜和上海菜 我会把麻婆豆腐小笼包的照片放在我的Facebook上 我也会在Patreon上放一些照片 你呢? 在你住的地方有中国菜吗? 你吃过中国菜吗? 你吃过什么中国菜呢? 欢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和我分享 我很期待大家的留言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吧 这就是TeeTimeChineseProduction